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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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在酒店乘的士 來到這裡拿單車 今集的主角是她 我今天租了一架单车 我们就会由京都铲单车 不过,我们忘了考虑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你还懂不懂踏单车? 当然懂 拿了单车之后 我们朝着这次单车之旅的第一站 二条城进发 我们踏着单车 以极速地在京都大街小巷里飞置 到达了二条城之后 我第一件事就是拍好我们的步走战车 那我可以了 我不是 拍完车之后 我们急不及待地飞奔去二条城的城门 二条城是古代德川幕府做事和居住的地方 正正由于这样 这里的守卫极度森严 出入的房客都需要向保安员登记 在二条城里面 最具历史价值的就是这一座二支软殿 当年德川幕府 就在这里将政权归还天王 也就是在日剧里面 南方大夫和性感女性凌賴瑶 协助版本龙马促成的 大政权归还事件 刚才看到些什么 那里是禁止摄影的 我们刚才去了看些什么 寻室 寻室 哪个寻室 寻室 寻室 我们看完德川幕府接待 繁主的寻室和寻室之后 我们经过清流园 走向二条城的出口 在二条城出来之后 我们继续上路 在二条城出来之后 我们现在就去完二条城了 我们现在就去停车场和火车 由二条城 我们出发到下一站 银角子 在途中 我们穿过了京都御园 去到黄居 也就是古时候 日本天王住的地方 不过黄居在平时 是不向外开放的 所以我们只是逗留了一阵 就继续向前出发 踩单车踩到现在 大概已经用了三个小时 由于肚饿的缘故 我们去到府的一间出名的拉面店 吃拉面 我们点了招牌菜 浓味 酱油 拉面 和饺子 你疼不疼? 超疼 是吗? 那你还吃个medium 大太大了 吃饱饭之后 我们的动作变得有点乱俊 但无论如何都好 我们继续努力向前踩 终于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 银角纸 我们现在是哪里? 现在是清水纸 我们是银角纸 是银角纸 是银角纸 可能由于泛气功心的缘故 我们部分的团人 很离谱地把银角纸 认为清水纸 但是这样并没有影响到 我们欣赏这道景色的亚庆 银角纸的门口 有很多美食摊档 我们买了一个cream puff 就买了一个 原味的custard 这个好味 我想试 好味 吃完cream puff之后 我们上回自己的步走战车 我们从哲学之道出发 往南走 回到我们租单车的地方 在回程的途中 我们经过了平安神功 在这里 发生了另一个重要事件 我们今天是新旺财车队成立 成为了新旺财车队的会员成 你有什么感想 我都被迫 还很老套 救命啊 不要再搞我了 我们的战车 不知不觉已经翻队鸭村 这里危机缘步 稍一不慎 就会 同时这里布满着地雷 我们小心翼翼地推着单车 避过地雷 去到安全的地方 我们上回单车 轻松地跨越鸭村 我们再次经过原先走过的马路 来到这里 我们已经感觉到终点就在我们的前面 怎么样 你有什么感想 新旺财车队 你很累啊 还了单车之后 我们去到河园丁吃晚饭 今晚我们不想吃京菜 也不想吃港式点心 不想吃唐潮 也不想吃浅水湾的小菜 于是我们选了 他 今餐是我们四天之内第二次吃Sukiyaki 这次的餐厅 他比之前那家更加出名 但是说到食物质素和服务质素 是否可以和名气成正比呢 以下这个食客的意见 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 其实食物是可以的 但是服务质素和服务质素 是吗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趕着下班 其实那个时候只不过是8点多 日本时候 但是他就在我 哼哼哼哼哼哼哼 我就拍照是这样哼哼哼 搞到我拍不到 我怕你的面子很黑啊 对 我觉得有没有搞错啊 但他都很nice的 很友善 不过很急着地友善 而且他问我吃完没吃完 他在我晚收完的碗碗碟碟碟碟 好像收了他的面糕汤 我帮你喝都没喝过 是啊 这里真的看着 又逼人家发弹 吃完饭之后 我们走出河园丁的大街 那我们快点上的士呢 我现在对他好痛啊 接着我们找了一部的士 由河园丁回到酒店休息